然後呢,這一題的話,其實可以用第一種解法,就是你把它的激素拿出來,所以這是根號A,然後這是根號A加2,減掉,然後它,這個設定,因為B看起來比較大 然後還有,是根號A,然後呢,這種是,這種是第一種,然後呢,這個的話,可以用核冠林剛講的這個去證明,就是A加B,用那個乘法公式的話,就是A平方-B平方-A,然後A, A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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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平方 或者等於是這個東西 直接把它寫下來 就這個吧 就是一個東西不寫的 然後再去更號1加2 然後夾上更號 那就是前面的東西可以畫成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這裡下面這裡寫下來就是 嗯 跟號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依據何冠銘的說法的話 這個 平方以後跟他會消掉 因為 然後再來題目 因為我是把b 當作11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都是正數 對 所以不用 絕對子的話 就用絕對子套進來的話 還是一樣 好 所以 這個會等於2 這個會等於2 然後 依據何冠銘聰明的功能 大家算出來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所以小的東西要配大東西 大東西要配小的東西 所以可以證明出來 這個比較大 然後 前提是 這個 因為b是11 a是5 所以 b是大於a的 然後這是 第一種方法 然後 然後 還有 再來 再來 第二種方法是 我把它的中間中間 拿出來 這種方法是12 就是 裡面是5 然後中間中間是6 所以 這種方法是 b跟a 那 b就是 12 b等於12 a等於6 那再來的話 不是說 根號 a b c 加1 減掉 根號 b 減1 那 看 這個是 根號 a 加1 減掉 根號 a 減1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又有分為 第一小方法 跟第二多小方法 第一小方法的話 就是 不用剛剛講的東西 一樣 是 x y y 等於是 x y x y 這個東西 其實在這種題目中 是 1 用的 就是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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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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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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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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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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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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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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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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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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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